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即場教導資有問必達環節 我們這節身邊的嘉賓依然是有Stanley 為我們家庭觀眾解答 解答問題 家庭觀眾不要等了 立即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好了 我們現在立即聽聽這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好嗎 就有潘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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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先生 請問你想問哪一隻 中煤能源可以上網多少才遇到阻力 因為我不買了 是 中煤能源1898的現時 在做11.24元 今天都升了很多 超過3% 那又怎樣看呢 基本上如果你看回短線走勢 基本上如果你看回中煤能源 這一陣子的走勢都算是相當強 尤其是見到股價自容在10元水平整戶完之後 基本上這幾天都是一個比較不錯的升勢 特別是在今天 現在是今天最高 11.26元 甚至是一個位置左右 初步看回 現價來的 其實如果你看回圖片上 就能看到 基本上現在的現價 剛剛好 就是在這個 之前大概是3月份一個時間 一個的 就是裂口下跌的位置 現在基本上就算是突破了這個位置 如果你是初步看一個比較短期的阻力 暫時可以看回這個下跌 就是這個之前3月份一個下跌的裂口 這個裂口的上方的支潮位 就是這個口位 大概現在在現價 大概在現在的現價 大概是12.7元 所以你看看初步的阻力 暫時會在11.7元 當然要看中煤能源 如果說這個基本面 其實我自己認為 基本面其實中煤能源 就不及得上煙煤和神華方面 就是現價的比重是比較低 而大部份都是合約煤為主 所以變成煤價上升的話 其實對中煤能源本身 就不太有利 但問題就是 我們都要講回 就是這個中煤能源本身 近來都是有些 就是講到一些 叫做武公司駐資的概念 所以就不排除 這陣子的聲勢 基本上都是受到這個消息 就是武公司駐資的概念 當然如果大家看短修的話 都可以留意一下 剛剛說的一個阻力位 暫時是11.7元 這個位置 你說如果是這段時間 如果你是成交配合的話 不排除短期內 有機會再試這個高位 潘先生 還有沒有別的問題想問 可能如果突破了之後 可以去到哪裡 突破了之後 應該可以去到哪裡呢 如果你是再突破這個位 剛剛說的11.7元 當然人家說走勢上 相當之弱勁 但是初步看看 純粹以圖背上去看 當然如果整個板塊 因為整個板塊上升的話 其實對它都有利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是再試 破了這個位 破了這個位 再升到哪個位置 如果你是這樣看 我還要再拉回一條圖看 拉回一條圖看 如果你這樣看得到 之前一個比較大的座 其實就是12元左右這個位置 就是說在之前的時間 大概是今年2月和3月左右的位置 其實看到這個位 剛剛好是成了兩度 上線這個位置而出不到 大約12元左右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是首站 能夠是去到11.7元這個位置的話 考慮了你暫時是12元左右這個水平 但要留意一下 看到暫時 雖然這一陣子的升勢很強勁 但問題是看到RSI方面 亦都開始有一個超賣的水平 意味著如果去到這些位置的話 有機會股價短期會出一些回途的壓力 大家看看之前的幾次都是 基本上每次接近一些位置 即是接近70左右的位置 基本上股價開始有些回落 一些短期見諒的一個味道 所以如果你說這一陣子 能夠首先到11.7元的話 我都覺得是可以先設置 指責為11.7元這個位置 如果再升上就固然是 如果你說度回到11.7元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先行要估出比較好一點 謝謝Stanley 潘先生還有其他問題想問 中國鐵貸 可能想到哪裏有餘的助力 我想有些房子去沽 即是893是吧 8 是中國鐵貸893 那你又怎樣看呢Stanley 這隻走勢上反而比較差了一點 因為始終你見到它的股價 當然在近日股價都是比較反復一點 今天都是 是屬於市況有一個比較不錯的上升 但是似乎你說見到股價 今天暫時去到一些比較重要的阻力位 即20天線這個位置 其實都暫時是衝破不了 意味著股價其實在短線裡面 當然成一量都是比較多 但是見到暫時都可以收視20天線這個位置 對短期來說暫時都會比較反復一點 但是我都可以看回一個情況 就是見到股價 在近日來計算 雖然大輸了比較反復一點 但是它的股價暫時都處於一個雜幅上落 就是大概2.7至2.9這個位置 就是2.9區間的一個整固 所以初步看如果它跌不穿2.7的話 我都覺得可以先持續 你說現在這個位置暫時都可以先持續 你看看能不能突破2.9這個位置 如果今天來計算是初步突破2.9這個位置 而有機會站得穩的話 短期的股價有機會再試上一個 之前的技術上 試上之前的位置 大概就是現在 接近是3.5的水平 如果是的話 所以我覺得可以暫時先持續 你看看如果是短線的話 我覺得都有機會再試上3.5的位置 潘先生可以先持續 請問你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回答 我想問一下 OK 多謝你的電話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談 Stanley 我們現在看看大使最新的表現 看到恆治的升幅一直擴大 現在升幅已經超過400點 報22,392點 成交額方面 不是很活躍 只是有572億 來這個收市只有一小時 我想問Stanley 看到這個成交量是否不太配合今天的升幅 如果你看看今天的成交量 其實嚴格上 都算是比這段時間多 應該是為多 但當然你看看今天的勢頭上 基本上 因為可以這樣說 始終外圍方面一些變數 大家一直都纏著大使一些因素 不離美債危機 發債上限的情況 還有歐債方面一些危機 暫時初步看 歐元區的一些領導 基本上都是對歐債勒方面 都有一個救助的方案 所以對大使來計的表現上 其實今天比較強的升幅 我覺得都是二劣之內 因為始終這些因素 令大使之外的恆治方面 都是最近不斷受壓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在221,500點 至221,100點的區間 就是一個雜幅環 一個整股 所以變成今天出現一個突破 而且以技術上看 基本上都是站在20天線的位置 所以預示後市走勢上 都可以做得更好 但當然你看看現在的港股 今天暫時在22,400點附近 其實最初步都有一個阻力 但也看到港股在今天 就算是比較強勁 所以如果在下星的理解 或者在這幾天的假期內 如果美國方面 如果說負責上限的共和民主兩黨 是能夠達到共識的話 不排除港股有機會再試一些高位 初步看來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應該會在50天線 即是22,500點的位置到 即是現在這個 紅色線、紫色線 即是這個位置到 如果能夠衝破的話 就能夠再試到22,800點這個位置 事實上22,800點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短期 我想是一個下降軌的位置 所以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真的能夠 即是今次能夠 突破到50天線的位置 下一個大的阻力 應該會在22,800點這個位置 謝謝Stanley 不如我們現在又回答一下 家庭觀眾電郵的問題好嗎 有一位這個 亦是叫潘先生 但今次這位潘先生 就是想問中國移動941 941 我猜941 我猜到941 我猜到很快要解答 其實見到941本身 即是中移動 今天走實上也算是比較強勢 但你說初步看 都開始迫任78分島這個位置 即是現在華人區 一個頂部 所以初步看的話 如果突破到這個位置 才有機會再次回到高位 但如果長線看的話 我都覺得對張宇棟的前景 常常都比較有信心 謝謝Stanley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 由另一位分析員 和大家解答問題 Stanley 我們也要問你 剛才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繼續和你見面 沒時間 明天 去